耶 怎么还没有人跟着我一起转了吗 刚刚大家连续欣赏了 好友创可贴 地平线 下一站是你 新世界 还有江洛伞 大家看得开心吗 开心 好啦 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这么连续的 连贯的欣赏这些unit的曲了 想一想有点伤感 但是我们呢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还会有新公演 是的 还会有新的unit 那现在先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点 新公演的亮点 巨透环节 巨透组 然后好像我们什么都还没有拍 只能告诉大家很帅很酷很野 但是我觉得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之内 排出一场公演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了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 看了那个宣传片了吗 对 新公演的名字叫做第48曲 然后呢我们已经排了一首歌 对 排了一首歌 对真的 对 我们排了一首歌 然后那个很酷很帅 很棒很野 对 对 就是第48曲那首歌 对的 就已经 大家都没有反应 你们没有反应了 完了 我现在突然有一点害怕 我们新公演上了之后 大家一点冷漠 他们只是没有 不会想到你刚才那个动作 其实是 主要是我今天就是前面 我在跳新的旅程前面四首歌的时候 不是很可爱吗 然后行的旅程 但是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那个 就是新公演的动作 就是和我们现在的样子完全 就是很连 我们可以透露一下 一上场的动作就是 来 什么 扎马步 一上场 一上场就这样 这样 然后一个大会去 大神要爬 上司宁跟他们说过了 对 一人说一个嘛 从你开始 好了 我们要把第一首歌全部透出去了 现在 对我想了一下 就是一人说一点动作 估计这 对但是 可以啊 期待一下 可以说我们去 拍宣传片那天 拍宣传片那天 对我们去的是一个废弃的 美国梦幻乐园 游乐场 然后已经废弃16年了 对的 对我去 去到那儿 我还特地就是查了一下 那里的一些故事 真的很 很棒 我们在那个电影院 然后就是我们不是 你们说 弹幕上面说是 40年后的嘉兴路 说40年后 我们是在《鲜梦剧院》 但确实看着画面是挺像的 还有那种 末日感 对 然后他进去了之后 他那个凳子上面有那种报纸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16年前的报纸 发现是06年 16年的 对 就说明这段时间 还有人去过那里 是人还是什么东西 我就不知道 但是这整场公演 我觉得就是 蛮中二的 但是很喜欢 设定还挺 设定非常的戳人 感觉会延伸出很多 谁说的 那就再剧透一点吧 就是其中我们会互撕 就是分为像梅洛斯那样 分为两对 对 那就互打 肚子 你看 佳妮姐上线了 不下去 怎么了 宋佳妮 好想得起来瞟个白眼 这时候好想说 人家能睡上 你还能睡不着 你还没有机会睡呢 哎呦 这个电梯不太稳 好了 我们说回新公演吧 那你了 就是我们歌曲都出了 然后都大家听了一下 就是前面呢 基本就是都是那种很摇滚的那种感觉 动词大词 动词大词 其中还有一首歌有一种B-Box那种感觉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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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问了很期待 问了一下那个音乐制作人 他说不是你们唱啊 是我的show time 对 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很开心 就是之前给我们有唱那个青春闪电前面那个rap 各种rap的那个制作人 很有名啊他 然后还有一首歌可以很适合那个很辉煌的那种感觉很适合那种 舞风歌曲的感觉 舞风歌曲的感觉 对 那种仙剑旗下传片舞曲 我听到那首歌我脑子里幻想的就是那种战场上面 然后很多厮杀的那种感觉 还有战事就掉下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很奇怪的是露音老师听完这首歌之后问了我 说你们这首歌的舞蹈是要甩水秀吗 是这样的舞蹈吗 我是不是 不是我不是 没有我们还出了一首歌的舞蹈 特别就是就很考验人你知道吗 就是像那种现代舞大旗舞 一上来那种 对是真的仿佛来到了那种 然后然后马上就马上就这样 马上就在地上 然后我看那个老师就是穿护膝什么的 我有点担心大家的身体 最可怕的是那个我们有成员就是有几个成员会唱那种 那种歌曲感 那个人是大C大家请期待一下 没有啊 大C和玉米珍两个人 一边唱那个高音然后一边批刹 没有大C的那个转速刹 大C的那个高音是平的 然后余震的那个高音是往上飙的 就那种有点海豚鱼的感觉 反正然后当时老师说 说那个余震你是不能请假呀 你请假怎么办 我说老师我可以替他唱那个高音 没有你就倒有个人在边上踩你啊 你就唱高音狂猛了 好了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学第一首歌 然后学了一个开头 我觉得有一种想要走的冲动 很累 因为伍折那个老腰就是 对 开头第一个是这样的 反了是这边的 是这边的 这边的 然后伍折不是很高吗 他这样玩的时候 又马上下去 然后呃呃呃 对 而且我一系列这样子的动作 全部都有配音的 就呃呃呃 而且当时想西教我们的时候 是甩了很大的一个腰 所以万万要出现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呃呃呃呃呃呃呃 所有人都已经就下去了 我觉得还还突然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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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